再过来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就突然送来一封电报 就说他在西川版纳那边出事了 就管说出事 具体说出什么事 没有说清楚 我就着急的要命 那时候又没有电话 又没什么办法 后来第二天赶快到我们的街上 游电酒去 回来一封电报回去 我就问到底是什么事 发了这封电报之后 我就每天都到那个游电酒去等 晚上睡觉就睡不着 就想就做梦他 梦了他我就不想醒过来 醒过来又赶快闭着眼睛 赶快再看到他 就这样 一直等了好几天 都没有消息 实在是按捺不住了 然后到他妹妹家去问一个究竟 他妹妹已经到西川版纳那去 我就在那里等他妹妹回来 然后他妹妹回来就跟我讲一起的过程 就是人在那边出事已经没了 护士他们处理好了 人已经火化了 装在沟沟湖里面放在那边 这什么事啊 车祸 就是被人家某财害命嘛 当时听到她妹妹这样说 我就真的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真的那时候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们这么相爱 后来摸摸肚子 想象肚子里的孩子 虽然说是一个骨灰火 我想什么办法 我都要到那边去看 看不到我心里都不踏实的 就是我回来的时候 我家里人都知道人已经没了 我家里的亲人还有旁人都说 人没了 这个孩子也不要了 把他打掉 说死我也不忍心打这个孩子 我说我看不到大人 我看到这个孩子 我怎么忍心把这个孩子打掉 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让我的爱人没有背到这个世上来一探 他已经有后人了 就是这样一直想着 这个小孩子在支撑着我 我就是想去拿那个骨灰火的时候 我都没有告诉过我家人 跟他妹妹去看那个骨灰 姐妹两个在那里抱哭了一顿 然后第二天大早起来 我就拿衣服把这个骨灰火包起来 放在一个小米篮子里面背着 前面一个大肚子 后面背着一个背楼 那些年是晚上不开车的 白天开车晚上就停下来 住旅馆的时候 我都不舍得把那个骨灰火放在地上 我都放在我的枕头边上睡 然后到家了 我说还是放在我们两个人曾经住过的那个小屋里面 我就买了一块新的枕头 找一块小板子放在上面 我就把那个鬼火灯在上面 毛巾盖着 盖着我就回我娘家去了